记者500宣台北报道,监察院今天通过纠正案,针对台湾大学校长临选争议,其中关键之一是当选人财金系教授管中敏被认定有审计、薪酬委员等违法监职,但台大下午召开记者会,指出是监职公司提供资料的时序落差,加上校内流程时间,因此导致前后落差,但强调最后都有完成程序。 认定管中敏没有违法兼职,台大主任秘书李新宇表示,有关管中敏兼职的情节,其实台大当时还有另外一位电机系教授钟佳德,跟管中敏是同时被台湾大哥大公司聘为独立董事、审计及薪酬委员等,但其申请过程不同,主要是台湾大公司提供资料的时间,以及校内程序不同。 李新宇说,管中敏的资料,事先提读董,后提薪酬,审计委员资料,所以才会必同时提出三项申请的中加德海案,不过最后签订合约上是同一时间, 两位教授的兼职案都是在106年9月29日,完成产学合作及学术回馈经纪约的行政事宜,并在当年10月2日含复给台湾大哥大公司同意,撇期回溯到106年的6月14日。 李新宇说,台大立场一直没变,也认为管中敏没有违法兼职,兼职的校内程序则是依照校长同意, 参学合作契约签订,人事适合发同意函等三步骤进行,蔚来会等监察院公文来函后,再另做回应。 至于有关台大校长林选案,李新宇说,目前台大上代未来行政院宿远会的相关决议,另外表示,有关台湾大独立董事的酬劳,经实际询问,是远低于500万到1000万元的区间,更正外界认为的高薪。